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阵江苏新天一响戏队的特级大师张国奉 这番棋在双方杀的还是非常激烈的 对 我们来先看这个过程吧 双方是以队兵开局 队兵举 红胖 马八进气 黑方 马八进气 红胖在魂中炮 陈其庭是浙江泰顺人 对 他的家乡也曾经举办过棋后赛 对 已经举办过两届 对 应该说也是为大家 特别是女子选手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 展示风采的舞台 陈兴廷也是向提特级大师 这个浙江队女队教练金海英的高祖 曾经获得过支援会的个人冠军 对 应该说也是跨入了一流选手的行列 张国奉呢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是老牌的女子冠军 对 今年也是他带队 然后跟这个云南的特级大师党国雷 及他们的小将董玉南 他们三个人 然后来争夺这个 今年的联赛的一个冠军 他们也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向甲联赛呢 是由这个中江系协会主办 然后这个是山东省高密市 这个政府的 这个协办和承办 这么一个比赛 特别是这个女子向甲 高密市呢 为此呢 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情的努力 对 今年已经是第五届女子联赛 今年的冠军赛书是中 中什么韩白 对 这个中韩 那个中韩白 对 就是白美 对 白美 对 我们这么一个称呼 然后这个也 他是专门做服装 这个一个企业 对 我们第五届了 然后是在高密 每年都会去当地的学校 或者是当地赞助商的厂家 我们会去参观 会去交流学习 然后这个 山东高密呢 已经是搞了第五届女甲联赛了 确实是 很多女子选手都说 通过这个女甲联赛 一年多了二十盘棋 都有进一步的交流 棋艺呢 都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好 现在来红方走 兵武级 黑方走抛军赛呢 就是想主动挑起战火 张汪凤呢 是比较喜功好杀的 他这个中局的能力呢 也很强 张汪凤曾经在两千年左右呢 形成了这个女子第一人 那个时我记得呀 张汪凤是最优秀的女子选手 等级分好像也达到了第一 对 等级分 这个王琳娜呢 当时前两年跟她较量 还是略微处于下风 那时候银丽杯比赛 对 张汪凤跟王琳娜两个人对决 那张汪凤呢 就是曾经连续两届呢 捧得这个当时女子 最高这个头衔 银丽杯的冠决 都战胜了 这个小妹妹这个王琳娜 当然后来王琳娜呢 通过不懈的努力呢 后来居上 这个也是成为了 一代的大姐大 好 我们接下来看 居九平霸 这个棋呢 就是双方呢 形成了这个比较激烈的对攻 对 红方如果居一片 黑方就泡发进次了 就形成双方过河了 等于这个局面呢 跟最常见的双方过河呢 还是略有差别 就是没有交换这两周期 这个就是一个 标准的双方过河 是 红方没有出局呢 他就直接走兵武系 他多了一些变化 嗯 这儿黑方 黑方也相当进武 不像 红方又兵武平六 兵武平六 黑方又十次进武 这段呢 黑方呢 沿着一带 尽可能呢 把自己的阵型呢 走得结实一点 红方这时候走 局局 因为他感觉出局呢 就没什么必要了 出直局 他就改为 升横局 升横局呢 主要是将来能够 保兵了 测一下 这个 子力 然后他走 他当时是选择了 炮八尖四 嗯 还是一个双炮过河的 这么一个架势 但是 这个差别很大 红方原来直居 它现在是横距了 这个呢 应该说也是各有利弊 也看不出来横距 就肯定比直居好 主要直居不是被封锁吗 横距的话 对横距啊 虽然封不住了 但是对黑方的这种反牵制呢 力量也小 这样 所以说这个棋啊 也是利弊三半 也很难说到底是横距好 还是直居好 黑方呢 我们分析这个棋局的特点啊 失效已经补好了 补后了 对 双炮呢 过河呢 对红方的这个兵线呢 形成了一个间接的封锁 对 所以说这个棋也确实很难说 到底谁好啊 一时难以判断 红方他是走了一个 当然他选择居一平四 居一平四 对 他也是防止黑方马七进六跳上来 然后黑方居一平四 也是捉兵 那红方也只能马三进五跳上来 对 马七进五他怕他对方 二平七 这都是先手 他马三进五 这个棋呢 就是说等于双方是进入了一个 比较陌生的领域 对 就是前面的人呢 没有人这么吓唬 对 所以双方这个临场的这个判断呀 就非常重要了 是 接下来呢 这个张欧凤走 居八进五 这招其实还是不错的 居八进五 这个选点比较正确 最起码不让你兵和你对兵 对 然后呢 对红方的这个盘和马呢 就是盘斗马 对 也是有一个间接的这么一个限制 那红方这两个马暂时也是 上不去 上不去 对 红方这个也不好走 这炮我平衡 因为炮我平衡你这个中马蛇着呢 对 你走着也没用 可以对方躲一步居 你还得炮再回来 是 所以红方这个时候呢 就走了一个居酒精英 居酒精英 双方呢 等于是六个大子 进行这个终局的对垒 走了十来个回合了 一个兵租都没有碰 但这个棋呢 走到这儿啊 就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对 这个张欧凤呢 林场呢 他终于选择呢 他走了一个炮平衡 其实我这个 感觉是一招新手棋 这个棋呢 我这个在 他们俩比赛之后呢 在网上呢 给我们网友呢 进行了一个选讲 这样 这个炮平衡呢 我就跟大家说了 这是一个坏起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局面啊 等于红方这个 双马连结 是 盘同马 中路的攻势 是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 对 而红方呢 现在走了半天呢 黑方这个 针对的方向就错了 他也是有针对性的嘛 他想炮二平三 如果你飞边向 我可以G八平四过来 或者G四平二过来 对 就是吊住你的 但是红方不会给你个机会 所以说黑方这种 走法呢 就是难以达到 他的目的 所以黑方 要想办法尽快 破坏红方的 盘同马 所以黑方这招 鞋呢 应该走足三级 是最为正确 足五级 对 足五级 这个冲冲足 是最为正确的 但是乍一看 你就不让人家 冰六平五给吃了吗 吃了以后 我这个 马五星六 你打鞋就不行 你打G八平五 黑方这个G的 立在中间 对 又打马 又吃冰 红方就不行了 对 红方呢 这个棋 如果要是吃冰的话 黑方可以在 将来这个 是 G四平六吗 对 或者他先足三级 再去的棋 这样 先足三级 送 红方可能 会有这么一个动作 黑方可以拱掉 因为他不给他足五级 红方再炮五平二打 黑方可以 打到八平七 八平七 因为这个局战没有落 对 红方再吃掉 这个棋呢 就是 接下来我们就 刚才说的这招 还是有企图 这个棋等于 黑方呢 用强制的能力呢 来阻止 红方 马到前进 如果红方吃掉 黑方就可以 这还不 就是 这儿黑方呢 就是卡点呢 卡得比较牢 对于红方来讲 压力比较大 红方 可能就得 很委屈地 再退回来了 黑方 再用高向把红 比吃掉 这样子 是 这儿的结果呢 就是黑方呢 这个棋啊 就比较生动了 子力全都扑过去了 郑老师 按您的理解 您的说法就是 主要的就是 这个四路锯要用上 把它这个两个马 给控制住 这是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黑方呢 要想办法 破坏红方的 这就是双马 双马 盘盒 就是盘动马 就是本局的焦点 在这里 所以说 黑方呢 如果要是走的 这个四路的话 就对了 所以说 红方这个 整体来看呢 就这种功法呢 难以成立 对 黑方呢 是有这样的手段 但实战当中呢 这个 国奉大师呢 没有选择出来 因为这个林场下 也不好选择 是 这个足五金 要很有想象力的 对 但是你要 思路要有了的话 有时就能走 但是乍一看 你这个足 这样人家冰六平五吃掉 所以人呀 往往不容易 往这个思路去想 是 那你走泡二平三呢 他也是这个思路嘛 他想G四平二 或者以后G八平四过来 然后G四进一这样 但是红方不给你这机会了 这个陈经典呢 走得很好 他直接浸泡打G 对 这个棋就占优了 他这步棋比较狠 这样子你吃了底下没有 吃完底下 他就退去一桌 把你捉死 对 黑方 等于这个泡二平三 是一个坏期 嗯 然后G八推二回来 无奈呢 这个G呢 只好推回来 你像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条线 被迫退小了 但这个时候呢 陈经典呢 又没有做好 所以这个棋啊 到陌生的领域呢 就是双方啊 都有错误 对 走到这呢 红方就应该赶快 继续向前推进 这个像不理他 像不要 就让你打吧 打完了以后 我随时又捉死你 对 你要是拱 我炮打过来 然后这个棋 红方呢 就是把形势呢 就是扩展了优势了 对 因为他将来 还有炮五平三 双打 是 拘塞向眼 这些手段 那红方的这个 子力位置更好一些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红方如果走 冰三进一呢 就可以扩大优势 继续向黑方施加压力 是 这个棋 黑方就比较难下 而实战当中呢 红方又顾及这个像 对 他又走了一个像 所以说黑方的错误在前 红方的软弱在后 这个回合啊 是 双方呢 就是说 还是黑方吃亏了 但是黑方呢 得到了一些延缓 对 他这会儿拘四平二 赶快把拘摆出来 对 拘四平二 红方拘九平八 嗯 好 这要保住这个炮 黑方一看这个棋 也不是太理想啊 对 他就赶快寻求这个患子 对 打掉东马 红方 马 七进五一登 但这个棋呢 还是黑方难下 是 因为黑方这个子力位置受压 嗯 红方这个过合兵呢 他是有些能力的 他拘二进四 拘二进四 对 他跟住这个红兵 到了这个终局啊 非常关键的地方 嗯 又是到了一个 双方要选择的十字路口 对 就说红方肯定是有攻势 那么怎么继续往下攻 这个是一个难题 但黑方这个两个拘 这个防守力也是挺强的 一个拘拉住你拘跑 一个拘这个 在这个兵线 对 嗯 是的 但是毕竟呢 红方呢 还是取得了先机 对 这个棋呢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 最后发现红方这个 点拘是非常厉害的 直接点向眼 哎 这招棋呢 也是呢 对黑方呢 这个最有考验的 黑方这个棋呢 就 要小心了 对 点向眼 是以后准备中马 马五退七 准备打向 对 这个是一招 准备是将来这个兵 向下冲 冲下去 如果你打兵的话 对 红方就向下冲 这个棋对黑方 有很多的考验 嗯 黑方这个时候呢 就是只能走 去八进三 然后下部棋 准备打两个兵啊 打通红方的三路线 对 红方 兵六平棋拱 你该马 马三推四 你要是跑这兵九 他可能还要马五退三 把你这个炮换了 你干嘛 他可能就得打这个 先吃这个兵 打这个兵 那这个棋 红方 冲兵 这个棋还是红方 比较有力 在棋 但这个棋非常复杂 嗯 你不能拘吃 拘吃他跑八进三 连续动作 对 就是说红方啊 可以利用这些 子力的有机配合呢 向黑方呢 进行 啊 渗透 对 在进攻当中 如果你向五进三 红方可以马五进四 来换马 这个棋肯定是红方占用 嗯 那么黑方接受换马 红方吃掉 他在炮一瓶 红方动掉 吃掉 吃得像 至少红方呢 是能夺个像 对 获得这儿的优势 是 但这个局面呢 也是红方呢 是比较占优的 但是黑方呢 这里呢 还特别容易犯错误 就是当这个对局啊 走到这的时候 如果黑方不走 拼八平三 如果走足够机 看起来 这招棋呢 非常不错啊 对 是很 我准备拼八平四 把那个过河兵吃死 对 但是红方走到这呢 就有了一个啊 非常凶狠的进攻的招法 红方会走的呢 他有一个强行下兵 那我只能十五进四 给你吃掉 对 你不吃 我要撞个枪 我也很厉害 撞个枪吃麻 这都太厉害了 这个棋接下来的红方呢 抓住这个棋 有这么一个强送骑兵 再送一个兵 因为这个棋 你不能拱足 拱足我炮打一将 你也不能吃 吃我就下底一炮 就太厉害了 这个底线漏风了 泡阿平有居四平七 这个平居这都很厉害 对 送兵黑房只能这个居向为退 居退一步 退一步吧 一步两步反正都不好 红方马五斤六就很厉害 对 马五斤六 就有一个灯霜的一个棋 对 因为你退两步 它也可以进 对 退两步也可以跳 都可以 你这么顶嘛 它会打你的棋 对 这个棋呢 它非常巧妙在哪 你要是躲开 红方就可以灯向了 是 如果你平方挡住 看起来红方 对 红方这个时候 有这么一个送兵 非常厉害 它可以吃你的鞠 是 这个当然都是很连贯的手段 你吃 红方马一退 捉你双举 就要打 吃了两个举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给大家 就是简介一下呢 红方呢 有很多这个 精妙的这个手段 对 所以说对黑方的考验呢 会更强 就是红方应该走 居私近期 但是实战当中呢 红方却没走出来 红方走了一个退马 这样棋局呢 就再一次呢 得到缓冲 那么到底双方是怎么 这个对战的呢 稍后呢 我们会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那这盘对于呢 应该说这个 终局的战斗 还是比较激烈的 对 红方呢 当时也没有看到这么远 它实战当中呢 我们先把棋盘呢 恢复一下 它走的是 马五退棋 这样呢 这个主攻的这个旋律呢 就减弱了 因为它总担心 这个八楼炮被牵 对 所以它回了一个马 想去升局捉炮 是 这儿黑方就炮三瓶九了 然后它走了一个 G8平六 嗯 它是摆脱牵制了 它想将来这八楼炮 有机会向于退 对 这个局面呢 走到这儿呢 双方就基本上是一个 势均力敌 对 黑方接下来走了一个炮 九退二 这步棋是好棋 炮一退二好棋 这个国奉啊 尽管是 最近这个 犹豫年龄的关系呢 没有在一线战场上活跃 是 因为张光凤可以说是 前啊 十七八年是 女子里边最杰出的 这个选手 但是最近呢 对 行政事务啊 教练的工作呢 比较多一些 但是他的中续的旗感 还是可以的 对 他目前也是 更多的是当教练 对 带了好几位这个 大师级旗旗手 红方呢 这个下兵是 势在必行的啊 对 这个地方 黑方没有掌握好 红方一下兵呢 黑方应该走什么 应该直接走 下几炮 去这个进行反顾 如果红方敢吃兵 黑方就 进局 就直接气死 这好像还挺严厉的 红方 你保也保不住了啊 就假设比如说 红方吃着怎么样 对 黑方就可以吃着你 下部要退 退二 退一什么的 这里边有很多手段 你只能 上帅了啊 对 黑方这个旗手马进胖 下部准备登兵 这个旗红方多一个子呢 还不划算 因为这个子 攻不了 这是四路鞠走不开 主要这个马八进鞠 太严厉了 这个旗红方呢 不行 对 就这个吃个子 也是没有 其他的攻势 所以这个地方呢 当黑方一下炮的时候 下底炮还是挺厉害的 红方呢 来不及去吃兵 红方就只能走鞠 四平二 来对鞠 对对鞠 这儿呢 黑方接受这个对鞠以后呢 可以再走马进鞠 你再拱兵呢 对方可以把马退回来 对 推四也行 这个都 就这个旗呢 黑方呢 多足 对 也没有问题啊 这个旗还要再走细一点 它不能直接退 这个还不能直接拱 直接拱 登兵登双 它得先 对 先捉一捉 先顿挫 再拱 你回 它再多回来 这个旗要顿挫 捉 能让它炮再退吧 反正就大概退个位置吧 这个也都没什么关系 就总之这个棋呢 黑方呢 还可以 对 双方基本上会有顾忌吧 整体上接近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黑方呢 应该是一退再一进 但是这个下的难度呢 会比较大 对 人呢往往不往这想 主要还一直在想着怎么防守 这个兵下来还是挺严厉的 那黑方呢 实战就走了一个足三级一 对 他把这个三足呢 碰起来呢 是 来想呢 这个加强这个子力的活跃 对 想你以后下兵 我还可以以后马三军四跳上来 他这个时候呢 还是给了红方呢 更好的机会 那么红方现在就 很大胆的 走居四近七 对 这时候 这时候连续的动作 陈金庭下的还是很好 嗯 他现在准备要炮红相 对 那么黑方马七尽六 这也是正确的 那只要马七尽六跳上来 上马呢 来保住中相 嗯 那么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还是局面呢 还没有那么清晰 对 红方呢就 在这个双方这个子力啊 全压交错的这个时候呢 采取了这个 骇人的进攻 他走兵路机 兵路机直接冲下来 对 嗯 黑方就 足三进行拱掉 对 因为枝呢 也是后手 嗯 这步骑走得倒是可以 红方走 冰 又平五 他继续这么吃 对 这冰路机 冰武机 充斥还是挺厉害的 呃 充斥是厉害 嗯 但是黑方这个棋呢 走到这呢 也并非呢 就不行了 对 他是怎么防守呢 这这马三尽四也挑不了 挑的还是充 啊 马三尽四不行 对 丢两个是 是守不住的 是 黑方应该对此啊 不理 就马三尽其登了 黑方现在盘面上呢 就是等于 对 有这四个组 是 红方这个兵呢 他有换有不换 都有可能 黑方呢 就不是很怕这个棋 因为如果你兵武机 撞 对 他就吃掉 嗯 你现在不能再走这个了 再走这个 那中炮 人家灯中炮 然后要卧槽 要居僵 对 那不行 但不行 如果你先撞了中式 你再飞的话 嗯 走到这儿 黑方有这么一个 鞠二平六的手段 把这个鞠能对死 这个鞠逃不了了 对 如果你逃对方 这是一个偷杀 偷杀 对 你一出降 对方一僵 鞠在一僵就僵死了 这是一个钓鱼马的位置啊 大家要注意 是 这个鞠有偷杀 那只能对 对了鞠 它炮的屏幕打过来 以后可以放中炮 嗯 这个棋呢 黑方还是不差 等于少于是一项 但是有兵的补偿 对 黑方呢 等于是多了这么多组 位置也还可以 嗯 那如果红方 那它暂时这个兵不换 啊 如果不换 它直接飞呢 直接飞 那黑方就可以把这个马呢 考虑 就先把它蹬掉 蹬掉 好 或者它不蹬 走这个拱足也行 以后可以炮就 对 这样正面炮 炮可以放中价 所以这个局面呢 还是非常复杂的 对 到底谁好呢 一时呢 难以判断 是 这个棋 应该是会有顾忌 对 黑方多足 红方呢 可能要多实现 黑方的防守力 也还不错 对 黑方这个子力 都占据要金呢 对 暂时呢 红方也没有 明显的这个手段 我走到这里 双方给你压力都很大 对 很难看清 但是这个张乌凤啊 这个林场呢 可能是 确实是这个 九树战场啊 有一点啊 这个终局啊 这个算力啊 算得不对 他就足短片 把这吃掉了 嗯 向甲呢 第一阶段呢 这个女子的第一阶段 已经下来了 对 目前呢 我们这个北京九重会呢 唐南下的还是不错 唐南跟刘欢 我跟队友刘欢 我们俩发挥都还可以 我们现在呢 暂时呢 这个高两分 这个散烈这个积分吧 第一位 对 第二位是广东队 不第二位还是这个江苏 新天一阶队 江苏队 这次发挥的很好 对 由张乌凤老师 跟这个党国雷退大师 两人带领 云南队的党国雷呢 这个被张乌凤借过来了 对 组成了江苏的新天一队 对 他们现在发挥在这儿不错 第三位是 第三位是这个四川队 四川队 那今年这个向甲呢 女子向甲呢 四川成都 有一点这个 更加扑术迷离的感觉 对 未免冠军这个广东队呢 目前也是发挥 也不是特别理想 对 所以说这个向甲呢 明年上半年呢 将进行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 也就2017到2018的 对 我们是跨年度的一个联赛 叫中美韩美北吧 对 中百韩美 中百韩美 对 这个嘴有点绕口 所以这个名字有时候不好记 对 也一时没说好 叫中 中百韩美 中百韩美 这是一个服装的品牌 对 也是赞助了我们女子向下 对 我们第五年的女子 甲级联赛的赞助商 这个棋呢 红帮接下来就 兵武精英了 就冲过去了 关键的地方 黑方又走了一个致病的事物 是 打来这个棋啊 还很微妙 黑方就只能马三推武 对 张狐凤特大呢 他这盘棋呢 也是 时间紧了 对 时间紧张 很可惜 他马三推武呢 红帮如果再聚入金六 黑方就飞个边向 这个棋呢 戏板是红帮占用 对 但是呢 这个棋还不是马上 黑方就输 还是有防守能力的 红帮这个棋呢 会走的 可能走炮物推最厉害 推炮 先保留这个战线 它将来有一个什么棋呢 就是说 如果轮到红帮走 它平局叫啥 你得把局回来 回来 它再叫这个啥 这个局还得回来 这个局再回来 然后红帮将来有一个 填码的棋 这样 你一蹬 然后它炮打出去 以后黑方很难硬 对 这好像挺难下的 你马一跳吧 这将两分一点 再将 拘一卡 下部去平衡杀 这是红帮的一个杀手锏 对 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先退一步炮呢 他不先退一步炮的时候呢 如果先这样 就走到这个局面 他怕对方有马律迅四 有个反蹬 有个先手 所以说先退一步炮呢 他时机暂时将不成熟 先看黑方怎么走 黑方这个也还是 黑方不好动 对 不好动 然后红帮再采取这个动法 走精确了 还是红帮占优 对 但是实战当中呢 红帮也未必 就是走得能够很精确 对 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局面 那实战当中呢 当红帮兵部进行吃的时候呢 黑方就支了 这个棋是一个 大怪的棋 最后的一个败照 因为这个棋呀 很明显 红帮这个局点呀 黑方一下就 没法防守了 下部要拘四平五 拘完中式 这个杀棋 对 没办法 他只能拘二平五 那这样的话 被红帮 把这马一砍回来 这个少势少相 这个双拘错 很严厉的招法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就 没有办法再进行防守 对 他拘八接二 先守住这个 竹林县 红帮是 拘一江 他先拘四平三 现在你不能飞正向 飞正向他拘三平六 把你卡死 对 你还得飞边向 红帮拘三平一 拘三平一再一平 他的意思就是 你若落向我拘一圈 下部拘一平五 对 他只能退马 然后退五 对 然后他再拘七对二住 这一段呢 这个陈金行走的 还是比较精彩 对 是 他只能落下 对 然后他再拘一平四卡住 这儿呢 就说红帮这个盾措 盾得很好 就是看你视相没有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来不及给大家 仔细说了 就是红帮啊 这个位置卡得很难受 对 就让你啊 这个黑方呢 只有招架之功 对 一退他就再拘 把你拘一逼退以后 把足一蹬 下部骑准备马帮进骑 这个骑黑方就守不住了 对 他最后两步是拘五平二 红帮一打中马 对 他这时候是一个简单的简化 这是好棋 他一吃 黑方走炮五平三 炮五平三 这是拘七平五是杀 黑方守不住了 拦不住 你知识 他拘七平二再一将 实战就是知识 对 最后几步骑知识 一将 然后弱势就没有下了 这样 因为弱势 黑方最简单的拘四平六 这个叫单左 黑方呢 一个势呢 无法防守 是 正所谓这个 缺势怕风拘 对 这个棋呢 应该说从开局开始 双方还是对我们很激烈的 对 终局还真的很复杂 是的 终局呢 双方也有些反复 六个大 但是最终呢 红方是笑到了最后 最主要黑方这个知识 是一个败招 是 马增退伍 还有复杂的机会 对 好 也非常感谢呢 大家收看今天的这个象棋世界节目 也希望大家进一步这个关心我们这个女子象角的一些对局 对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今天的讲解能给大家带来启发 好 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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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